上禮拜的康瑞颱风有被吓到啊 我本来觉得又来了啦 又在乱放颱风架了 但那天我真的都不敢离窗户太近 我很怕我们家的玻璃会被吹破 幸好没有 不过地球另一头西班牙就没有那么的幸运了 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自治区 29日豪雨成灾 部分区域短短8小时就降下了一年份的雨量 引发了严重的水患 我们截告前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217人 但数字还有可能再增加 当局没有能提供失踪人数 但媒体预估少说有几百人 国家报指出灾难发生72小时之后 还有很多偏远地区孤立无援 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统计出确切的死伤人数 又居民心荣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部恐怖电影 平常只会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 或是海啸来袭之类的画面 活生生的在眼前上演 超级不可思议啊 瓦伦西亚这一次从上到下 大概只能用傻眼来形容吧 政府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变 人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防灾 怎么会一场暴雨就搞成这样呢 大家好是瓦伦 欢迎收看瓦伦的today看世界 我们先来看看情况有多严重啊 网路上流传一段影片 有条马路变成河流 附近居民对着汽车大吼 不要开过去 但还是没有能够阻止驾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冲进水里面 消失在洪水中 不少民众抱着家里的毛还撤离 但泥水已经深达救难人员的胸口 随时有可能灭顶 场面显向繁生 洪灾过后 汽车像积木一样堆满了整条街 居民只能够无奈地看着这一切 欧洲太空总署公布了惊人的空照图 这是水灾前 这是水灾后 可以看到西班牙的国土 像是被洪水吃掉了一大口 马萨尔科技公布的卫星照片 水灾前绿油油的城市 水灾后变成一滩烂泥 NASA的图也差不多 整个地区被泥泥覆盖 礼拜天 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 带着王后跟总理桑杰氏 还有瓦伦西亚领导人前往重灾区视察 结果遭到数百居民示威抗议 灾民气得向官员丢泥巴 还骂脏话 高喊杀人凶手 直问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避免这场悲剧 民众抱怨 桑杰是被棍棒打到之后 就搭车离开了 瓦伦西亚自治区的主席马松 则是一直躲在国王的后面 让民众气死了 而国王跟王后则是留在灾区 听人民诉苦 获得一致的好评 当地最新的情况我们先不多说了 进行篇幅有限 先来谈谈酿货的主因 第一 大家可能都猜得到 就是气候变迁 其实这样的强降雨 在这个地区的秋冬季节很常见 当地叫做Dana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切断低压 台湾比较常用割离低压 当冷空气下降到地中海的温暖水域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海面上方温暖潮湿的空气迅速上升 形成巨大的圆柱就带来大量的雨水 别忘了提供水汽的可是史上最温暖的地中海 地中海今年8月平均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BBC指出尽管科学家们不想把矛头圈指向气候变迁 但这的确是造成这现象恶化的原因之一 长期研究暖化的专家就指出 化石燃料引起的暖化 让大气保留更多的水分 进而导致更强烈的降雨 研究显示 气温每升高一度降雨量就会增加7% 一项分析显示 跟工业化之前的气候相比 这次降雨量增加了12% 另外大气层的温度也更高了 就导致空气中可以容纳更多的水分 这物理原理是因为空气块升温膨胀 所以体积变大 因此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气 遇上会造成降雨的天气系统 就让雨量变得比以前多 也就导致现在世界各地动不动 就观测到破纪录的豪雨现象 实际上全球气温从去年以来 就一直维持在史上的新高记录 到现在都还没有降下来 今年很可能又会是史上全球气温最高的一年 英国也有教授指出 夏季变得更热可能会灼烧土壤 降低土壤吸收水分的能力 土壤会变得像混凝土一样 流不住水分 因此这么强的降雨来袭 就会有更多的水流入河流当中 引发更严重的水患 但最让民众愤怒的是 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就是政府反应慢了很多拍 在这场暴雨之前灾区当地本来遭遇干旱 当天开始下雨的时候 大家本来还是很期待的 但是没想到下着下着 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周二上午7点36分 发出了第一个提醒强降雨的红色警报 但里面并没有提到大家应该要怎么样的应变 有民众就告诉卫报 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瓦伦西亚地方政府 一直等到周二晚上8点12分 才发布水灾警报 那时候水位都已经高达三公尺了 其他民众抱怨 他们收到警报的时候早就来不及 水都已经淹到脖子了 很多人想知道 为什么完全没有人警告 他们洪水即将来袭 现在不是21世纪吗 又居民指出洪水来临的时候 有些地方根本没下雨 但在河的上游 下了暴雨才导致河水水位上升 但他们事先根本不知情 根据西班牙通讯社掌握到的目击者说法 周二下午水位在短短5分钟内 从仅仅两指声迅速上升到超过一公尺半 随后在几个小时之内 洪水就冲毁了一切 从桥梁到车辆再到城市的公共设施 地方政府解释说 他们是有一套发布警报的准则 这是为了要避免引发恐慌 马松事后强调当局是准时 而且在适当的时间发布警报的 后来才承认我们犯了错 总理桑杰氏也坦诚 政府的确应变不足 存在严重的问题跟短缺 周六下令增派一万名士兵警察跟民警全力救灾 还有一个值得讨讨的就是第三 公众的防灾意识不足 这一次的重灾区是拥有2.9万人口的派波尔塔镇 当地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超过四分之一 市长指出这个城镇几乎不曾淹过水 当地上次发生大水灾是在1957年 等于67年来都没有事 67年比很多观众朋友的年纪都大很多吧 也因此很多住一楼的人根本没有想过要撤离 因为从来也不用逃啊 也有很多人住平房从没有考虑过要盖二楼的 加上很多居民按照惯例 看到下雨了就把车开出来 扁着积水灌进车库 结果汽车就变成了死亡陷阱 而且汽车还会变成路障 被大水一冲就把店家跟住宅出口毒死 很多长辈出不去就这样死在家里 去年9月马德里带好雨来袭 当局首次启用警报系统 向所有的手机发送讯息 公园预防性关闭 休闲活动取消 还呼吁民众除非真的迫切需要 否则不要开车乖乖待在家中 结果社群媒体上一片嘲讽跟批评 马德里紧急应变小组的负责人表示 在西班牙 有些人不相信当局发出警报讯息 因为他们不相信政治人物 但是在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政府在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会发出警告 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如果你告诉大家说会下雪哦 结果并没有 那民众就可能会生气 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文化来理解 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些警报 或是对于你所在的地方 你的房屋或汽车的脆弱性了解的不够 这需要当局进行宣导并且提升防灾意识 但同时也需要人民自己做出努力 看到这里我就会想到 像在台湾每次台风来 总是会有小部分的人硬要去海边观浪啦 跑去爬山啦 万一出了什么事就会有网友骂 三好加一好 不然就是酸说七天后回家 他下次不敢了啦 虽然这一次也有不少人认真在讨论 玻璃贴胶带到底有没有用 但要说台湾人很有防灾意识 这我也不大敢讲 BBCB就做了个报道 说KTV忙到爆炸 我自己也有好几次在台风天 出门跟朋友聚餐打麻将的 这样行为好像也太小看台风了 要敬畏大自然啊 欢迎大家来谈谈台风架 你都做些什么 留言告诉我 今天感谢天气职人吴胜宇协助审稿 我们的月考上线了 赶快动动手指看看你考几分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一个订阅light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美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明天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了 我们会从早上9点开始直播到下午3点 欢迎大家线上参加 我们上周谈过川普造势来宾的垃圾岛言论 恐怕成为10月惊奇 但说实在这哪有惊啊惊个屁 后来拜登骂川普支持者垃圾 川普呢直接就穿上荧光背心开垃圾车造势 就是要给拜登一根手指 这都比较有看头 但专家说这几天不管民调数字如何 或发生了什么惊吓 对选情的影响都有限 因为很多人早就下好离手了 到我们周一截稿前 全美已经有超过7700万人提前投票 我自己也早早就投完了 以投票人数相当于上届大选总票数的一半 所以都是哪个党的选民在投呢 从提前投票的数字可以预测选情吗 大家好我是范淇薇 欢迎收看范淇薇的today看世界 美国提前投票分两种啊 第一种是游戏投票 另一种呢是本人亲自去投票所投 川普2020年的时候认为 提前投票的选票放在那边很危险 叫支持者当天再去 不过华游记者指出 提前投票机制已经很成熟了 大部分的票箱都是用后约一公分的钢板制成 焊在坚固的物体上 甚至有些州测试过开卡车都撞不走 这一次传出华盛顿州 澳勒冈州有人火烧票箱 显示防火这方面需要加强 有些比较新的票箱已经设计成 投票口关闭之后 箱内就会进入低氧状态 就算有人纵火也比较烧不起来 但有专家指出 把所有赌注压在选举当天是错误的策略 选民很容易 因为各种外力就不去投票 共和党也发现 上次的提前投票阴谋论害到了自己 所以这一次大选狂打广告 鼓励选民不管邮寄还是本人头 有投就是好票 川普对邮寄投票还是存疑的 不过鼓励支持者早点亲自投票免排队 他的号召力确实很强 NBC同计 今年共和党提前投票超级的踊跃 七个摇摆州中 有四州投票率高于民主党 其中乔治亚州的投票数 占该州上届总票数的八成 刚被飓风海伦肆虐的北卡 以共和党支持者居多 通过紧急修法 让选民在州内任何方便的地方投票 目前已经有过半选民先投了 你可能会想啊 已经有这么多人投票 共和党选民看起来又增加了不少 那不就等于川普要赢了吗 马斯克也是这么想的 他在X上面说 看到倾向民主党的纽泽西州 有很多共和党先投了 宾州的提前投票也比上届多很多 川普要赢了 但是佛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提醒 这种解读过于简化 因为目前提前投票的超过九成 都是很热衷政治的超级选民 他们心中早就有人选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会去投票 所以这些选民先投票 可能11月5号投票的人数就会减少 而且媒体都是在投票所外面堵人 问到的是亲自投票选民 但还有很多票是寄来的 在传统上 民主党选民对邮寄投票比较有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开票到了中后段 会出现一波蓝蚁 让民主党票数大增 专家也指出 其实从90年代开始 提前投票人数都有增加 这显示民众追求方便 也相信选务机制 就算今年提前投票人数增加 也很难看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选民早投票可能代表 他们已经认定 某位候选人最能够解决他们在意的议题 盖洛普民调就挑出了22个重要的议题 请民众打分数 结果美国选民最重视的议题前两名 分别是经济民主大法官谁来当 以及安全问题并列第三 首先是经济 超过一半的选民认为 重要到极点 是影响他们投票的主要原因 这个数字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 那选民觉得谁最能够改善美国的经济呢 54%的人选川普 45%的人相信贺锦丽的机会经济 不过专家告诉CNBC 民众最在意的通膨这么的严重 不能只怪川普或是拜登政府 因为背后原因包括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 还有川普跟拜登任内发的疫情补助都是物价推手 更别说恶物战争引发粮食油价上涨 也不是美国能够控制的 但拜登比较衰啦 因为通膨在他上任之后开始冲高 虽然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 已经降至三年来的最低 但实际物价并没有跟着回落 贺锦丽因为是现任的副总统就跟着受到影响 纽诗也指出当选民觉得经济烂 政府越讲经济数字有多棒就要去越气 反而是要针对选民的焦虑要做出回应 而川普的MAGA言论在这个时候能够打中很多人的心 美国民众关心的第二点则是美国的民主 专家认为这跟上次国会暴动关系很大 很多人已经在担心这次选后又会出什么样的事 金融时报指出 今年川赫两人差距很小 计票会花很多时间 而且在摇摆州只要差距小于0.5% 就有可能要重新计票 要做好选后几周才有正式结果的心理准备 而且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保守团体摩拳仨掌 针对计票程序及选举名册的问题提出诉讼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身边的团体有备而来 也有人担心选后身为影片流窜 煽动民众的情绪扰乱公共秩序 第三大法官任命 NGO保护民主负责任指出 最高法院被视为最后一道防线 防止总统乱来 但目前最高法院已经有三个大法官是川普任命 让近期的裁定就偏保守 今年6月也裁决 总统在任内的官方行为享有刑事豁免权 所以要是川普选上了 以后这个护栏恐怕不复存在 至于台湾比较关心的外交政策 只有约三成的人在意 各国选举本来就是以内政为重 而且川普跟贺锦丽的外交政策都不是很明朗 就算是美中关系 也大多着重在经济跟科技竞争方面 虽然大选焦点都在总统选举上 但当天其实还要选出众议院435席 以及参院的34席 国会选举是很重要的 因为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相当大的权力反对总统 总统是否得靠在野党才能施政 就看国会是不是跟总统同一阵线 目前参议院由民主党以50席控制 外加参院议长贺锦丽的一票 众院则是共和党为多数党 这次总统大选跟国会选举的结果有几种猜测 第一 完全执政 也就是总统所属的政党同时拿下参众两院 这对川普还有可能 这对民主党来说有点困难 因为议员通常有连任的优势 而这次大选只有三个关键席次比较难预测 但这三席都落在深宏州 其中西维吉尼亚州席次几乎笃定入带 这样共和党就至少有50席了 华游预测参议院应该会由共和党以微弱的差距拿下 第二 分裂政府 也就是总统跟国会分属于不同党 这又分成了A 赢了总统 丢掉了参众两院 成为跛脚压政府 会经常上演辅惠对视 影响政府运作 B赢了总统 参众院只拿下一院 就像拜登政府现在这样 会有不少法案被党下来 或是另一党开出交换条件逼你妥协 目前民调都显示 众院的选情跟总统一样胶着 所以两党都鼓励选民分裂投票 也就是总统投给A党 国会议员选B党 像是马里兰就是共和党前州长 就花了66万美金打广告说 你要投给贺锦丽可以 但议员请记得选我 专家说 这是因为美国现在非常两极化 很多选民有如被制约 总统投给谁 议员就要投给同一个党 想要增加自己的胜算 就要提供另类的选择 给中间选民 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 对台湾非常的重要 台湾防御问题就不用讲了 川普提倡了普遍性关税 对台湾这个出口型国家影响也很深 跟内政相比 美国总统在外交上权限更大 这是为什么我们明天在直播里面 找来的都是美中台相关事物 研究多年的专家们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边留给我们 明天直播也有特别留时间 给参与直播的朋友们 我们今年还派出两位特派员 到两边的阵营去观察 大家也可以问他们问题哦 从明天早上绝点开始 别忘了哦 如果想要更深度的了解 今天节目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Today国际分类中的 看世界影音的下方 就有针对这个议题 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琦菲的today看世界 天地问你精寻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美国总统大选今天结束了 我们今天一路跟着直播开票 大家有看吗 这次选举真的是很紧张啦 美国开票是从东岸开到西岸 通常一开始就是川普会领先 但随着开票到后面 会出现所谓的蓝潮或是蓝仪 也就是采用邮寄投票的民主党选票 会慢慢的出现 有机会让选举翻盘 但这一次大选两党在东岸的摇摆州 就一直在3%的差距里面缠斗 最后蓝潮其实没有出现 特别是贺锦丽的胜选关键 也就是最重要的铁锈带 也都是红通通的 让川普可以宣布自己成功当选 下一届美国总统了 不过还别太急哦 因为计票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要正式宣布当选人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只是因为重新计票差距不会太大 加上川普现在是摇摆州全拿 所以我们还是在第一时间先来看看 美国大选这一次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大家好我是范奇葳 欢迎收看范奇葳的today看世界 昨天晚上是选前之夜 川普跟贺锦丽两人都跑到铁锈带的摇摆州 雇选票 例如川普选在密西根州 举办最后一场竞选活动 而贺锦丽则是找来了 Lady Gaga Ricky Martin到费城造势 想要抢下兵家必争的宾州 而在开票这一天 川普则是选择回到大本营佛州 在自己的海湖俱乐部开派对 还邀请了不少亲友一起看选举结果 而贺锦丽则是回到位于华府的母校 跟民众一起来看开票 说起来这次选举日没发生什么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或是干扰事件 顶多是川普在宾州结束投票不久前 到他的社群平台出social上面大喊 费城出现了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要执法单位赶点去抓人 由于担心这会减损投票的公信力 让范城的官员就赶紧出来驳斥 这是个假消息 不过除了这个插取之外 整个投票过程大致顺利 比我原本担心的和平多了 开票的时候也没有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原本贺锦丽在刚开票的时候 因为民主党大本营费城票数先开 让贺锦丽大赢不少 但到后来票越开越多 跟川普的差距差到快3% 贺锦丽就跟宾州说拜拜了 同一时间包括北卡乔治亚等阳光带 也都确定由川普拿下 让贺锦丽决定不发表演说 就让群众解散了 听我们特派员说支持者的士气 真的非常低迷 但如果要来看是什么造成这次选举结果的话 我们还是要来好好地看看 川普跟贺锦丽这次的策略是什么 选前我们有提到这次贺锦丽走路战 一家一户的拜访 但川普则是选择联合马斯克打空战 还连续上好几个pockets节目去催票 但其实在经营摇摆州上 双方也很有策略 我们就拿有得宾州者得天下支撑的宾州 来简单分析一下要知道宾州很复杂 有像费城这样的大城市 也有没落的老工业地区跟阿帕拉奇山区 是一个城乡两极化最明显的地方 所以川普跟贺锦丽在这一块所采取的战略就很不同 以贺锦丽为例 他在人口比较多的费城具有优势 而且根据统计有六分之一的宾州选民都住在费城的郊区 所以本来预期贺锦丽有机会扩大2020年拜登19个百分点的领先幅度 问题是在黑人占多数的费城郊区 最近几年又慢慢远离民主党的趋势 而且投票率也变少 所以催出选票变成贺锦丽的功课 而在川普这一边 他的团队则是选择宾州小城市 来对抗贺锦丽在费城的优势 而这一次川普就锁定了住在工业小镇的拉丁裔 让他成功缩小了民主党的领先幅度 从2016年开始 川普已经把民主党在宾州的城市优势缩小了11个百分点 刚刚说的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要收割选举人票 但重点是 这一次川普拿到的普选票也比贺锦丽多 要知道之前 就算是川普打派的希拉蕊 是靠着选举人团制度选上的 当时的普选票是输给希拉蕊的 但这一次等于是普遍美国大众也都选择川普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对美国状况不乐观 根据周日公布的民调 有74%的美国人觉得国家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而这个问题一直是过去 判断执政党会不会丢掉总统大位的指标 而且最重要的是有75%的选民觉得经济很不好 CNN今天就到亚利桑那州询问选民为什么支持川普 当真不少人都说过去四年经济实在太差了 有人四年前支持拜登 但随着通膨导致天然气跟物价上涨 这一次就改投给川普 这些都让贺锦丽无法丢掉拜登的包袱 反而让选民想要寻求改变的感觉 第二性别 虽然这次贺锦丽吸取了希拉蕊在2016年的教训 没有狂打女性进步牌 但是从美国最高法院废除罗素伟的案之后 这次大选的性别鸿沟就变得很剧烈 而民主党又提名了一个女性 川普则是拥抱兄弟文化 更让这次选举很难跟性别脱钩 纽诗专栏作家指出 这次大选是一场终极性别之战 不少女性觉得川普太大男人了 但另一方面很多年轻的男性 拉丁裔跟黑人的男性 却被川普这样的男性气概给吸引 觉得川普可以提振逐渐萎缩的男性地位 这一点可以从民调上看出来 以纽识在10月做的民调为例 川普在男性选民中大迎贺锦丽 以55%对上41% 而这个优势是跨越种族的 让民主党原本的少数族裔优势无法发挥 CNN的出口民调就显示 虽然拉美选民整体上还是比较挺贺锦丽 但是幅度比过去都还要小 原因就是拉美裔的男性 这一次几乎都跑票了 这群人在2020年的时候还是挺拜登的 但根据今天出口民调 有超过一半的拉美裔男性是支持川普的 同一时间 今年表态要挺贺锦丽的女性选民也比之前少 纽识也指出川普两次选举都成功打败女性候选人 一方面显示很多美国选民还无法想象女性入主白宫 但另一方面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也是选民对于近年来身份政治的不满 这个身份政治就是人们以自己的种族性别跟性向为主来进行政治论述 导致选民也会依照性别种族来选择候选人 而不检视候选人的其他理念 比如说经济政策是否跟自己相通 这个身份政治也从政治走向娱乐文化跟教育 衍生出电玩游戏惨遭低依赖之类的问题 让不少美国人觉得这些左派搞政治正确有些太超过了 光是在2020年的民调就开始显示 就算是自称民主党的支持者 美国大部分民众都开始害怕被取消 没有办法自由的讲话 这不代表美国民众觉得种族歧视性别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反而是显示身份政治在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上 不是那么的受欢迎 让川普可以在这一次的大选 利用对身份政治的反感花大钱做广告说 如果贺锦丽当选跨性别就会遍地走 我们今天讲的是整个选举结果的大致分析 除了总统选举 共和党在国会这边表现也很好 除了确定拿下参议院 众议院也准备收入囊中 等于是完全执政了 讲讲我的感想 这次大选结果最庆幸的是 本来很多专家预期选情如果很接近 结果一直出不来 质疑选举结果的声浪会很大 搞不好还会有多处暴动 让美国民主大国的声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这一次以初步的结果来看 川普赢的全部的摇摆州干净利落 没什么好争执的 将来施政方向也会比较明确 就是往保守的方向前进 国势不至于空转 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件好事 但对于欧洲跟其他友邦 譬如台湾 要应对川普上来的新局面 的确是比较头痛 至于川普这次上台 会对美中台外交局势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明天会进一步分析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 今天节目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ne Today国际分类 就有更多2024美国大选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 你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营的《择地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联解 川普又回来了 就在我们昨天直播刚结束 他就在佛州开启了胜选趴 承诺美国的黄金年代 要跟他一起回归了 非常的正能量 因为川普今年的选举成绩 比2016年还要好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都跟贺锦丽拉开蛮大的差距 预计七个摇摆州全拿 共和党也成功翻转参院 众院还在计票中 但共和党暂时领先 贺锦丽已经打给川普 恭喜他胜选 各国领袖也纷纷送上祝贺 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外交部在6号就恭贺川普 表示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所以川普回归后的美中台局势 会怎么发展呢 大家好我是范琪飞 欢迎收看范琪飞的 Today看世界 其实不管谁当总统 美中竞争都不会减缓 只是方向跟手段不大一样 因为美中对抗不只在国防上 民间也反中情绪高涨 最大的冲突点一定离不开三个梯 也就是贸易科技以及台湾 我们先来看看贸易 很多专家指出 川普会采取更强硬的美国优先政策 用更重的关税来打击中国 川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征收 7.5%到25%的关税 这一次的威胁调高到至少60% 还说要终止中国最惠国的贸易地位 加速跟中国的脱钩 虽然有分析指出 60%关税只是寒寒的 因为第一次关税战被打到的是 美国的消费者 而中国厂商虽然一开始被杀个措手不及 但很快就调高了商品价格在出口 美国加多少关税 他们就调涨多少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路透社认为上次的关税战 中国房地产还很强劲 有助于吸收关税的冲击 但2021年房地产爆雷之后 严重低迷 再加上地方举债严重 中央不得不出手援助 疫情后 经济复苏又不如预期 还面临通货紧缩等问题 这一次 中国得在经济环境更脆弱的情况之下 迎战美国 也有专家认为 川普没有下一任可以做了 可能在这一次任期 把杀手剑都使出来 对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虽然不知道川普会不会真的疯狂加关税 但第二个T也就是科技战一定会升温 彭博社指出 中国在全球13大高科技产业当中 有5个领域的关键技术领先全球 比方说电动车 无人机 太阳能板等 另外在机器人 AI 半导体跟制药等7项科技领域正在赶上美国 同时中国制的战舰太空武器也都不逊色 在科技跟军事上进步的速度都很快 美国围堵政策看似效用不大 但肥伊索斯访问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时 他说要阻绝中国发展高阶科技不可能 但要拖住中国 让美国永远领先三步有可能 所以美国一定会矛起来打科技战 只不过如果是贺锦丽的话 会采用手术刀式的精准打击 限制高阶晶片等产品出口 川普则是用大斧头 除了用关税当武器 拜登的小院高墙 会变成大院高墙 比方说扩大实体清单 投资限制 或是规定只要是 还有中国晶片的产品都不准买等等 对此中国表面上已不干涉他国内政 拒绝表态 但彭博社认为 美中在拜登时期是竞争没有错 但私下也建立许多管道交流 像今年8月底 国安顾问苏立文出访中国 除了跟习近平见面 管外交的王毅 军事的张又霞都有见到 就是希望两国能够继续保持稳定 以短期来说 中国比较希望贺锦丽当选 至少在一两年内维持现况 让中国全力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 川普虽然不可预测性较高 但危机也是转机 川普从商只要价格合理 未必会拒绝中国的提议 日经亚洲也指出 拜登的政治生涯始于冷战 对中国政策就是多边合作 围堵中国的冷战思维 但川普不爱拉帮结党 这让中国未来在国际上 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不过中国在第三个T 也就是台湾议题上 绝对不可能让步 川普目前的对台政策 还很模糊 甚至会看情况决定 他上个任期对台湾算友善 但这一次大选好像很不爽我们 连续两次都在抱怨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生意 还猛批评拜登的晶片法很烂 这条法可是美国两党协力通过 要补助到美国设厂的厂商 减少美国在半导体上对亚洲的依赖 但川普觉得只要把关税加到外国厂商受不了 就会自动来美国了 所以也有专家忧心 川普可能会刁难补助 让台湾面临关税的压力 另外就是保护费之说 川普跟身边的幕僚都说过 台湾最好把国防支出提高到GDP的10% 但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数据 全球只有东非的厄力垂涯 在2019年差一点达到10% 连俄国乌克兰以色列都没有超过5% 我们昨天访问的专家接种就说 GDP10%是我们年度总预算的84% 怎么可能所有的钱都发在国防上呢 这是疯了吗 但美国非常可能要求我们的国防预算 要提高到3% 这就是约7000多以台币 台湾未来会面临强化防卫责任 提高国防预算的压力 好那就算我们真的付了这笔保护费 就真的有保障了吗 专家认为未必 刚刚说过川普什么都能够当生意 他之前警告中国如果入侵台湾 就等着贝克150%到200%的关税惩罚 这不就代表美国还是要跟中国做生意 只是我们被打中国多付一点钱这样 那如果中国给的条件够好 川普会不会卖台减少对台军售呢 对此外交家就指出川普很重视军售 可能会多卖点武器给台湾 但不会大幅增强美国对台湾的国防承诺 所以台湾惨了吗答案也是未必 顾问公司专家指出 跟其他国家相比 仍是对美国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美国总统要管的事实太多了 所以任命的人很有可能左右决策 川普已经说了 这次任期他要找忠诚的人 可以预期回锅的都会是对中英派 这群人在对中态度上有歧见 但对台湾都还蛮友善的 第一派是以庞贝奥为主的共和党传统建制派 认为中国就是想要称霸国际 所以美国应该要看到中国就对抗 而且美中竞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美国的目标是在各方面赢过中国 把中国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 这群人在台湾议题上支持战略清晰 也就是对台湾做出明确的防御承诺 另一派则是以副总统范斯为首 觉得美国的相对影响力正在减少 应该把精力放在阻止中国在亚洲的霸权 必要的时候做出妥协 不要花太多资源在亚洲以外的地区跟中国竞争 他们也同意美国要先保卫台湾 还觉得美国帮乌克兰太多了 就是在消耗提供给台湾的物资 至于川普上任之后 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会如何 亚洲新闻台认为 跟美国如何对待台湾会有联动的关系 但专家普遍认为 中国为了应付美国新政府 暂时不会有大动作 但会维持或是加大对台湾的灰色侵略 我们昨天直播访问专家的最后一题 都问到台湾应该如何因应 大家的回答都是 除了加强我们的国防也要发挥创意 让商人川普觉得我们有价值值得花资源 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讲乔治亚的故事 乔治亚夹在俄国跟土耳其之间 2008年被俄国入侵过 之后便长期清欧 花了很多力气想要进入欧盟跟北约 乌俄战争开打之后 乔治亚一直很怕会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但今年选举主张清恶的声音 在国会选举赢得很多的席次 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乔治亚人觉得 这么多年清欧也没有拿到什么好处 欧洲老是口头上讲讲乔治亚是很重要的盟邦 但欧盟跟北约就是进不去 安全根本没有保障 另一方面 俄国一边用能源外交 再加上在文化上比如说俄剧 来影响乔治亚人对俄国的观感 最后是欧洲为了要减少从俄国买天然气 打算从高加索地区进口 这就会经过乔治亚 所以很多乔治亚人的结论是 这是欧洲需要我 不是我需要欧洲 台湾要能够做到这样 是美国需要我 不是我需要美国 但如果思维老是单方面停留在 我需要美国就发展不出新的关系 川普要是真的很难搞 或许有助于台湾发展出另一种思维 这是问句 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 集思广益 留言告诉我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 今天节目所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Today的国际分类 就会有更多的2024美国大选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报告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的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范锡肥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美国总统大选落幕了 选后不少外媒都在讨论 民主党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 CNN的标题直接就写 笨蛋问题在经济上了 我们先前一再提到 这一次大选民众最最最最关心的议题 他不玩就是经济 疫情后的高通膨 真的让美国民众苦哈哈 民主党还在吹嘘 经济数据有多好 让大家更干 结果就是都跑去投给川普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川普能够让美国的经济重新步上正轨 川普回国之后 美国股市跟比特币都上演庆祝行情 美股三大指数在六日收盘创下新高 道琼飙涨超过1500点 标普500静养2.5% 但是航运汽车跟再生能源类股 就成了川普的受害股 比特币创下超过7600美元的历史新高 美元也写下2022年9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而就在台湾时间的周五清晨三点 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一码 符合市场预期 富比市指出尽管降息大家并不意外 但不少经济学家都指出 本周大选后未来不确定性增加 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进一步降息的速度跟幅度 怎么说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解释川普回国之后 对于美国以及对世界经济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范琪粉的today看世界 我们首先来看 川普这次喊出的最受关注的竞选承诺 就是要扩大对全球进口商品的普增关税 这是他最重要 也是最可能冲击全球经济的政界 我们先前today看世界讲过几次了 简单来说 就是要对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的进口商品 磕增10%到20%的关税 对中国则是磕增高达60%的关税 讲到川普的贸易战 就不能不提到一号人物叫做莱特希泽 这个人是川普上个任期的美国贸易代表 也是个超级的鹰派 他让美国放弃奉行60年来的多边主义 转而采取强硬的民族主义 有时更直接称他为川普的对中贸易战战士 而且莱特希泽很有可能成为川普的财政部长 商务部长或是高级的经济顾问 预料他会帮忙兑现川普的竞选承诺 也就是对经济对手磕增高额的关税 好增加美国制造业的酒业机会 让美国再次伟大 他先前就说了一旦川普获胜 全面的新关税政策可能会迅速的跟进 我们先来看一高关税 这个几乎是无差别征税法的政策 让很多国家都刺在蛋 关税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七伤权 不只影响全球也会冲击美国本身 但是川普爱死了 先前曾经说tariff就是关税 是他最喜欢的字 是字典中最美的一个字 在川普的想法 高关税可以一保护国内产业 关税可以为美国的本土产业提供保护 特别是制造业跟农业 这些产业在面对来自低成本国家的竞争时 会因为关税而有喘息的空间 二重振制造业跟创造就业机会 关税政策的目标之一 是吸引美国公司将生产设施迁回本国 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增加政府的收入 在进口商品上科增关税 可以直接为政府带来收入 四促进谈判筹码 关税也被视为一种谈判工具 川普多次使用关税来施压贸易伙伴 试图迫使他们重新谈判贸易协议 支持者认为这样的策略 在某些情况下成功迫使对方让步 例如美墨加协议的重新谈判 川普很爱关税 但经济学家们几乎都很讨厌关税 我们先来看看对外的影响 你科增高额关税 当然就会抑制全球贸易 路透社还说 全球最大出口国中国 如果真的被挤出美国市场 势必需要替自家产品寻求新市场 倾销目的地很可能就是欧洲 另一方面 各国政府也很有可能 对美国产品施加报复性的关税 这样就会恶性循环 进一步抑制贸易 并且削弱全球成长 再来看对内的影响 别以为对外国征税 就不会伤到自己 企业几乎都会把进口成本 转嫁给客户或是消费者 他们又不是笨蛋 因此关税可能会导致美国 好不容易降下来的通膨 再度升温 第二美元可能走强 通膨如果升温 联准会就必须要维持高利率 甚至升息来对抗通膨 一升息美元就会涨 另一方面 川普的关税 逼盟有增加国防预算 其他国家就必须要把钱 拿过来补这些洞 其他要建设的经费 就可能被排挤 这很有可能会抑制经济成长 这些国家的经济前景不佳 就更会增强美元的吸引力 花协分析师预估 川普胜选之后 美元将上扬3% 也有分析师预估欧元可能会大幅贬值 贬破1美元的关键价位 彭博社也说 美元走强 让发展中国家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变小 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外债 以美元计价的情况 当美元升值 这些国家的还债成本增加 跟着美元把自家货币升值 经济可能下行 但如果为了刺激经济成长去降息 又可能导致资本外流 加剧汇率的压力 所以升也不是 降也不能降太多 美国大选后的隔天 中国官方就把人民币中间价 下调至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显示央行允许一定程度的贬值 好应付美国接下来的关税冲击 第三收紧移民 在川普眼中移民就是进来抢工作的 还带来高犯罪率 所以不欢迎移民 尤其是非法移民将会被大规模的遣返 但安勇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这类移民通常是从事低技能的工作 没有这些劳动力 那么农业 零售业 以及休闲跟饭店业恐怕受创最深 如果去限制高技能职位人员的合法移民 更有可能损害金融科技跟医疗保健等领域 而且限制移民也可能导致市场劳动力短缺 进而推高通膨 这会导致工资压力并且加剧成本 回想一下疫情那时候到处缺工 企业要多花钱请人就知道了 第四 减税 川普竞选的时候 喊出了一系列减税的口号 像是小费不征税 加班费不征税 社会安全福利不征税 打算延长他2017年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 这个法案可说是他上个任期最标志性成就 路透社报道 川普承诺要降低税收 并且减少对大公司的监管 还要增加石油的产量 因此银行科技国防 跟化石燃料等产业渴望受益 高盛预估川普把公司要缴的税 从21%砍到15% 这会让标普500企业的获利提高大约4%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减税计划 有多少可以在国会闯欢 延长减税预估会让联邦收入 10年内减少超过4兆美元 目前共和党人对于要不要延长减税 看法分歧 加上刚刚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抗中立场 可能会提高企业成本 也是有可能损害跨国公司的 华街日报也指出 选前支持川普的金融业巨头 可能持续在川普政府中发挥影响力 接下来对科技业金融业大型交易的监管 可能会放松 企业税渴望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准 进而刺激银行业务 但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川普是挺加密货币的 曾经讲过要把缓慢而过失大银行 抛到脑后 他儿子也帮忙推出加密货币平台 这会不会阻碍银行业发展 还是未知数 总结来讲金融时报指出 大多数选民都对川普很有信心 但经济学家们普遍不这么认为 经济时报引述IMF的说法 像是关税啦 减税啦 收紧移民啦 这些离离够够夹夹夹 恐怕导致明年全球经济产出减少0.8% 到2026年减少1.3% 不过最后还是老话一句 川普的政策经常反反复复 说得到未必做得到 有经济学家表示 川普仍然是反复无常 难以预测 目前还很难知道 他究竟会真的执行哪些竞选承诺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 今天节目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ght Today的国际分类 就会有更多的 2024美国大选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ght Today的 估计栏目里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喜维的Stay看世界 天地为你精选一则的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周中翰的小发明大革命 后天是凯莉的人物发信 我们周一见